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是吧 你看昨天写了本书来说要给我 一回头怎么省心拿着 省心说家辉给我了 你真的要强逼我说是吧 我是代表你送给他 你不好意思给他 那还真感激了 真感激 所以这个家辉是很会做人的 对吧 在女人那做人 对对对 咱们说叫家辉的人都挺会做人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跟他同名的这么一个人 而且您姓也蛮像 也像 他是马家辉 那个家辉也是一种骆马 骆也是一种马 就是草泥马的那种马 不就那个马吗 骆马吗 骆驼行吗 骆驼 骆家辉 对 但是说骆家辉之前呢 我还得说另一个人 这个人呢 说起来我有点这个什么呢 这个伤感 就是也算是我的同行 但是呢 他被免职了 怎么我们在广义上算 都算吃开口饭的 就王永平啊 提到部的新闻发言人 我们都是吃开口饭的 对 他就 真替他难过 他那句话坦白讲 说得挺好啊 反正你们信不信 我不知道我是信了 这句话给大家多少 多少消遣娱乐 一般新闻发言人呢 老实讲西方的那种 新闻发言人 讲的话呀 那叫一个没有特色 他这个讲的话 能进入词典 而且我觉得 的确你要说 他做新闻发言人 可能表现得 不是很专业 对吧 但是咱们谁专业 咱们什么专业 所以您就吐死胡碑了 我就吐死胡碑 而且我也意识到 的确这个年代 我早就说了 会聊天的才能称王 各行各业 为什么 我就跟你讲嘛 他们那些说运动员 我说为什么 李娜就不一样 为什么姚明不一样 你们认为光是 那些东西吗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 是他会说话 对 姚明是会说话 姚明会说话 其实刘翔也是 对 刘翔也是 不会说话的 不会演戏的运动员 你看 那就是只能是运动员 可是话说回来 我在中国大陆行走 几年的经验是说 从来没有碰到一个 不会说话的中国人 什么话 大话 假话 真话 什么话都讲 我们刚刚进入一个 所谓媒体社会 包括中国的政府 各方各面 都在开始进入一个 这种网络 跟媒体怎么聊 他没有那么熟练 还有一种难得的 淳朴 你要真熟练了 我就跟你讲 嘉辉说的那种 你在大陆行走 大陆砍也很多 都能砍 但是叫得体 什么场合 说什么话 碰见难达的 该怎么 这个四两拨千斤 这个技术 我就发现 尤其是做这个公关的 你看 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这个 这个这个 吴敦义 那个时候 我就说吴敦义 是台湾这种 酒精训练的这种官员 他说一个话 我就觉得 什么叫得宜 他也用了得宜这个词 就陈光彪的事情 陈光彪那个时候 跑到台湾 满地撒钱 那么台湾都是骂 对吧 各种各样的争论 那么你知道 一个政府的一个官员 他评论这个事 怎么样说的 让你就觉得吧 各方面都听着 挺舒服 你看看他这段话 所以我就说 咱这学习说话 就专门 我让他们打出来 就吴敦义讲的 你看 吴敦义就说 只要是行善 社会都应该 给予肯定 但是你看 如果做的人很得宜 受善的人 就会更肯定 就会得到更多掌声 你看 连销带打 这个就是说 我也注意到了 人们对陈光彪的不满 但是我用的这个语试 是正面的 正面的 如果他能够 做得很得宜 他就会得到更多掌声 然后你看 关于大陆和香港的恩怨 对吧 不是 关于大陆和台湾的这种 说你看 过去大陆汶川 发生地震的时候 台湾民众也同样伸出援手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台湾人 也到你们大陆行过善 不光是你们大陆富翁 跑我们这儿行善 你看他体现出某种平衡 然后下边说 只要行善 特异必会成为很好的典范 陈光彪以逐渐调整方式 相信会得到更多的肯定 和掌声 我还注意到了 陈光彪 你看陈光彪自己听这个话 他会很舒服 所以所有的这种政治人物 要讲这种话的时候 你注意他们的自言 他们很少会说 行善怎么样都是好事 但是有时候你行善 不注意的话 那就可能好事变坏事 他绝对不会这么讲 他一定不会用个淡字 然后做一个贬损下去的 一个说法 降级的说法 他一定是越来越肯定 他的意思好像说 你做得很好了 如果再怎么样 那就更好了 他是这样的 台湾整体来说 还是有分不同的政治人物 蓝营的人一般说话 比较得体 国民党 以前国民党怎么样 万恶的国民党 可是他在那边只询年 还是有一种交养 有一种加风 所以蓝营通常比较会讲话 除了马英九 所以听说马英九 叫吴敦义搭档 这是也看中他的口诈 然后绿营我们有时候 作为一些媒体工作者 有机会去台湾访问 看到绿营的人讲话 是一塌糊涂的 因为他们过往几十年 这是喊冲喊打 这样赶出来的 所以我们吃饭也好 讲话也好 你觉得真是完全不得体 比方说我们跟绿营的吃饭 前几年不是陈水一扁年代 不是绿营当家吗 他们当官的请吃饭 以前国民党请吃饭 非常得体的 文涛兄我敬你 文涛兄我敬你 非常得体 进退应对 绿营完全不一样 一坐下来 我们都还没吃还没喝 他就自己先吃 那个绿营的官 我跟你讲 文涛你讲一下香港的情况 然后你一边讲 他一边吃 你觉得那个对比是非常强烈 但是文涛如果是个台南农民 就看着他很亲切 对 所以我就说有的人不见得讲台湾 中国人并不是这方面没有技术 甚至是更有技术 但是你看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本家 不是你们本家 你们这种马子旁的家辉 一半的本家 对 就是骆驼牌的家辉 是吧 骆家辉 咱先看一下他这个照片 出现在首都机场 现在当了美国驻中国的大使 大家纷纷说穿的这一身 包括这个孩子都像是故意的 对吧 诚心让我们难看 是吧 就是故意 然后我要给你看看的就是他说的一段话 我觉得这是他家 他们说就是让中国人民知道他孩子穿的很一般 然后你看 这叫聊天聊的一个清楚 在个人层面上能作为中国移民的孩子 代表美国我出生的土地 以及我的家庭珍视的美国价值观 站在你们面前 我感到既谦卑又荣幸 我以官方身份 作为服务于总统和美国人民的驻华大使 将代表的正是这永久的希望和这些价值观 什么自由平等机会 你看他这个话里 你就注意 他这方方面面 我就觉得聊得那叫一个清楚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刚听的家辉兄 家辉兄 说自个儿 对他地位很高 可是我觉得我普通话讲得比他好 他一句都会这样 那家辉兄 那我需要讲英文 所以他能够听得到我表扬 那个家辉兄那一段 我觉得最有意思在于说 他不断强调一个东西 他代表美国的价值 价值观 我代表美国的价值 那我注意到以前比方说台湾也好 内地的也好 去不同的地方出去 官方人员说话 不断强调一个什么呢 强调说我代表权力 power 一个是代表权力 我来代表国家的权力 或者利益 对利益或者权力 我们看到家辉兄是讲说价值观 我代表美国的价值观 到底这种什么价值观呢 这种好还是不好 另外一回事 可是你看到美国人是强调他的价值观 我觉得这一点蛮重要的 蛮值得我们注意 我觉得他说的价值观 一般来讲就是自由平等机会 就是说 这些平常讲的 对他跟奥巴马都差不多 就说是什么从我祖父 到白宫还是到哪 就走了什么一英里 那意思就是本来都是华宫 然后到后来 我能够做到商务部长 就像奥巴马 对吧 就是能做总统 可是从他当了州长 以后的行为看 我觉得他的价值观 美国价值观 其实是business 完全是这个做生意 而且他自己 好像他们还有个照片 你可以看看 推销这个星巴克 自己拿着一个打折的 结果星巴克还不认 是吧 说有打折卷 我们要知道星巴克的崛起 正好是他在华盛顿当州长的时候 因为星巴克是西雅图起家的企业品牌 西雅图就是华盛顿州的首府 那就是他在那工作后来当州长的地方 我觉得骆家辉 他要说这番话 其实这番话是很难说的 作为一个大使 他要说话给中国人听 要说话给美国人听 两边都盯着他 中国人你知道 我们中国人的心情也很古怪 不是一堆人说他什么汉奸 黄皮白心 有这种阴暗心灵 老这么看他 那另外一方面 美国也不一定是完全没问题 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些非常右翼的人 也许就会盯着 你这个华人回到中国去当美国大使 你怎么说话 两边都盯着 你想想看 他既要说我尊重 我喜欢我身上的中国血统 我的中国面孔 又要说 可别搞错 我是个美国人 我代表美国的东西 所以这段话是恰好要 两边都要平衡出来 可是我就在想 我看到他刚刚我们说他那身行头 我想讲这个事 不是大家都说 这不是让我们难看吗 这不是有损了这个美国官员的高大威武形象吗 这不是也讽刺一下我们吗 太随便 太随便吗 这种话我发现我这几年听得多了之后 我也开始会有这种认同这些网友说这些话 但是我仔细想 我几年前是这种话我是听不懂的 你明白我意思吗 就很多年前 大概十年前左右 我第一次在大陆开始写时事评论 开始很热忱地关注这些事的时候 我发现每回有些外国官员来到中国 比如说住个很普通的商务套房酒店里面不住总统套 然后出门什么自己拿着个包什么的 然后网友们说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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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人家人家人家怎么样 一个总统打伞自己打着伞 奥巴马自己打 哎呦你看人家总统自己打伞 我以前呢就总看不懂这些话 我总说这有什么问题呢 这总统怎么就不能自己打伞呢 一个官员为什么就不能自己提个包呢 因为我从来都觉得这是应该的 这是正常的 那后来慢慢这几年下来之后 我发现我已经内地化了 我看到罗家人家 你看人家罗家人家 我变成正统的中国人了 可是现在的网友这样说 其实也是不断在调侃嘛 那当然 调侃我们记事 可是我看到骆家辉 家辉兄讲那一段话 我觉得是在整个语境里面讲的 一定是他注意到 因为他来以前 一定在美国政府那边 不断把情报给他 当然 告诉他中国媒体 中国人中国政府怎么看他 一定很注意一点说你是华人 所以他回 他来到的时候就要发表这种话 也要说话给美国人听 你们放心 当然 我虽然是华人 我不会出卖我们美国利益 所以我觉得他 而且实际上我注意到 有些评论这个推测 他不见得比一个 真正的洋人当大使 更有利于中国 那当然 甚至他更加的 他得表态 对 这下下因为我是黄皮肤黑眼睛 对 所以我对你的中国 说不定还更加这个 井水不犯河水这样 可是我觉得又要话说回来 我知道很多网友 也的确觉得 让这个华人回来 当美国驻华大使 很不妥 然后他们就批评他 就像我刚才说那些 你说这说哪去 但说这话人相当多的 你知道在网上 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 我有时候回想起来 假如 让我们假设 今天不也有一些外国人 在中国住下来了吗 还拿了中国护照 过了两三代 这外国人 一个金头发白皮肤的 看样子像个老外 主上是美国人的人 将来万一成了中国驻美大使 那怎么办 我就想说中国人自己的感觉怎么样 假如我们出现了一个 因为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你记不记得以前秘努 有个贪污下台了的总统 腾森 他是秘努总统 但是是日本人 日本人的后代 当时腾森获选总统之后 日本人很兴奋 很高兴 就然后他后来到了日本的时候 日本人还特别欢迎 那难道就像奥巴马当总统 就是肯尼亚国庆吗 不是 我就说 假如有一天真有一个中国人 比如说我们假想两种情况 中国那个感受 一种是 我们出了一个老外 样子像老外的人 满口普通话 但是中国人 到了美国 当代表我们的驻美大使 那中国人民 掌我民族威风 对吧 好 那反过来 假如今天洛家辉 他不只是大使 他甚至当了美国总统 那中国人觉得荣幸吗 那中国人我觉得一定荣幸 也很荣幸 华人嘛 华人嘛 对对对 华人 那现在问题来了 那这两种情况 我们既然都觉得挺不错的话 为什么他回来当驻华大使 我们觉得这很不像话 这可能是有些愤青啊 他就喜欢这么说 但是你说这个问题啊 反正让我想起 昨天我不是碰见那个陶杰吗 他们讲说伦敦骚乱这个问题 因为他在伦敦待过好多年 所以他就说 他做BBC的 对 他就说 他说这个就是伦敦也是这个问题 巴黎也是这个问题 他说多少年了 这就是当年呢 对这个移民政策比较宽 他来了之后就击中难返了 就是你现在这么多的这个移民 那么他们的 尤其是他们的二代 是吧 贫穷问题 包括是平等身份 这种整等等尊严 很复杂的问题 甚至于大家串起来讲 连挪威前一阵制造这个 那个也是 枪击案那个 他寄出来的理由 不也是这种担心吗 是 说有一天 你们这外来移民的人口 超过我们本地的人口 我们被你们吞没了 对吧 好像这是欧洲一个问题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为什么美国 没有这个焦虑呢 没有这问题 他说也不能说没有 但是根本上讲 欧洲还是有这个 所谓原住民的 对吧 原来的人 美国就是个移民国家 没有 美国有印第安人 对 这算原住民 但是被搅得差不多 但是你就说 美国算是什么人呢 美国没有一种 民族意义上的人 美国是这样 美国是个自我发明的国家 就美国 因为他很强调 他是个新国家 他知道自己是个新国家 对 所以美国是 很多人以为 美国人没有什么 民族认同感 那是错的 美国人的那个 爱国情绪 民族主义 他是有的 只不过他那种 民族主义 不是我们传统上的 那种种族型的血统 不是血统 这种 就是他不断强调的 洛家会强调的价值观 你认不认同 这个国家的建国的理念 你认同的话 你就是我们的人 对 而且我们不要忘记 美国跟欧洲的差别 在于说 欧洲最近几年 的确特别从 比方说非洲 或者说中东 太多的移民 我们现在去欧洲大城市 比方说德国一些城市 都看到了 几条街 卖的是 都是中东的食物 中东的商店 这几年这个部分 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几年特别在欧洲 很多城市的骚乱 其实当然是阶级问题 可是在背后 新移民 特别是从某个地区来的 新移民 这个结构的理由 还是非常主义 这个部分在美国 比较没有出现 这几年 你看我到纽约 我就觉得 我说这个太复杂了 这个城市 我甚至很佩服 这个城市的管理者 这家伙太复杂了 就是每条街上 都是不同的人 这个里边三教九流 全世界 就深似海 寄程车 四街多半 是巴基斯坦跟孟家 没错 多少个宗教 多少个人种 而且有些是 经过有些地匯所 神神秘秘秘的 他们就跟我讲 哪儿的圈子 都有哪儿的规矩 你说它这个城市 管理起来 太负责 现在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其实咱们经常听到 这种说法 比如说是什么 有人中国演员 入了哪个集了 就是汉奸 或者就是骂 是吧 或者说演一个电影 说一拿多少个 都是有利卡的 当然你作为笑话 说了我们笑笑 对 可是较真来说 我就觉得 这些个看法 就是说 你口称盛世 可你这么想问题 你就不是唐朝人 你明白这个 就是说你这个 我就有时候想反过来问 怎么就不行了呢 要不然一个美国 每一个华人回来为祖国做贡献 怎么不行呢 对 没错 他都不管贡献大小 你也欢迎他来投资 他创造工作机会 他创造税收 那么怎么就不行了呢 所以这当然我觉得完全不是问题 你不能把他当神父 是吗 没错 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文化 或者盛世 它不应该是个种族主义观念 主导的一种 一种盛世观念 你就好比说 有些时候你只要一想 那新加坡人 他们口称爱国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很不满意 你不会 你看你很不满意 因为这我们觉得 他们是一国 但他们也都是华人 所以这里面就有个 很复杂的问题 就是华人这个概念 我觉得过去我们中国 一百年来 慢慢形成一种 很奇异的想法 就当然这是我们现在 民族主义出现之后 我们总以为所有的华人 都是中华民族 而中华民族就该存在于 同一个国家之内 这种政治民族主义的观念 但是这里面我们忽略了一点 就华人他不只是个民族 他比民族范围更大 他是种种族 比如说汉人 就你刚才讲 新加坡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有时候演讲的时候 常常跟学生们开玩笑 我说今天在世界上 我们中国建立了两个国家 大伙子就吓坏 就是梁老师 你像台独吗 不 还有新加坡 对不对 那你从这个新加坡 就是很好的例子 那八成是华人 你就看到原来华人 真的是可以 有不同的政治实体存在 因为我们是种族 这里面讲的不是一个 政治单位的民族 是不同的 华人对于这个认同 我觉得还在摸索 因为你讲这个令我想到 我是拿台湾护照的 我也有台湾护照 那我每次跟我台湾的朋友说 我有你们的台湾护照 他们都不敢相信 充满的怀疑 充满的好奇 就说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我们护照 为什么要拿我们护照 那我总是反问 台湾不是很多移民去了美国吗 不是也拿了美国护照吗 然后之后回到台湾生活 一样嘛 为什么你们可以去拿人家护照 我觉得中华民族这个文化当中 一直有一个就是 有很多优秀的地方 有一个不太优秀的地方 就是虚伪诚信 就很多事情 这个道理谁也都明白 都穿着明白装糊涂 比方说人家拿什么国籍 拿什么绿卡 这都是个人自家 人家生活条件 人家觉得这样好 那就这样弄 对吧 剩下的事 再连某种系统一站线都不如了 就任何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